中秋連假第一天還不到早上9點 和歡山就陸續湧入車潮 大批民眾急在五嶺亭拍照打卡 偷偷氣 五嶺和歡山莊停車場 還有小風口上下停車場 也早已全都客滿 一早預計就大約有1000多名遊客 警方也到場指揮交通 疏導車潮 避免全擠在一塊 中秋連續假期 警方加強和歡山 交通疏導 並加強違規取締 但是除了和歡山以外 中部其他觀光景點 像是日月潭 溪頭人潮都不多 因為高速公路大部分的車潮 主要還是要返鄉過節 尤其國一南下王田 到彰化路段大塞車 時速一度只有20幾公里 從早上6點開始 即涌現大量車潮 那由於國三匯入國一的彰化系統 還有部分路段外車 路間施工封閉 造成此路段車流增大 目前平均時速大概在40左右 警方再次呼籲民眾出發之前 多加注意路況 以及行車安全 一定要自行開車返鄉的話 也可以避開塞車時段 以及避雷路段 連假首日最好下午再出發 比較不用擔心塞車情況 今天月的新聞 陳嘉貴 徐立凡里 蔡英中部中心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 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隨時掌握 please 攫隨時掌握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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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